带他一万让他去买点鞋衣服 beautiful 我打电话就是上一次 给他留了一万卢币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鞋子穿了几次 都是那一个鞋子吗 一个鞋子 我说你买买双鞋吧 给他留了一万 没想到买了一双皮鞋 买了一双拖鞋 又买了一套衣服 一万卢币买这么多 大家好 刚才他把我喊过来 他说 我女朋友都打电话了 打电话 他让他儿子把我喊过来 喊过来 还让我女朋友说 马上再打过来 这个他在这里 这鸡肉 鸡肉把它保证一点一点的 这桶里面装的鸡蛋 他等一下要去卖鸡蛋 一个要卖35卢币吧 好像 煮熟的 放放盐了里面 里面放点盐 他 赚一点吗 他买的多鸡蛋 买的肉便宜吗 这一个最起码要赚10卢币啊 如果不赚10卢币 他不会做 这里面 好像是60个鸡蛋 刚才说的 他把这个鸡肉到时候一年年岁 他们可以做那个汤盒 做汤 他们这边自己在家做 通了 他通了 给 吃过了 吃过了 卡住了 太卡了 太卡了 1 2 2 2 3 3 3 4 9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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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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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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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机马上没电了 剩5%的电 我打电话就是上一次给他留了一万卢比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鞋子穿了几次 都是那一个鞋子吗 那一个鞋子 我说你买上鞋吧 他买了鞋 买了衣服 给他留了一万 他买了一双皮鞋 买了一双拖鞋 又买了一套衣服 一万卢比买这么多 他就是让我看一下 他说明天就过来了 明天过来 他说明天他穿上再让我看一下 哎呀 他这待遇挺好的 剃个胡子 他老婆都帮他剃 他丈母娘帮他洗脚 老婆帮他剃胡子 哎呀 他这待遇挺好的 在他丈母娘家里面 我地位挺高啊 好啦 像你这种待遇一般人享受不到啊 怎么了 偶尔 偶尔 嘴上说的偶尔 却笑容满面 刚才他们看到我 说我 他说哎 你怎么没有换衣服啊 你怎么一直穿这一套衣服啊 我跟他们说 我说 我有好几个衣服都是黑的 其实这个衣服和昨天穿那个是不一样的 包括我的裤子也是黑的 上下全部是黑的 再一个就是穿这个黑衣服可以就是显示着人白一点嘛 如果穿白衣服的话 可以看到我就黑了 没有那么白了 所以我一直都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我是阿阳